那其实为什么要先讲for回圈再讲for回圈 因为其实用到的机会 像我自己用for回圈的机会会远远大于for回圈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for回圈是有范围的 也就是以后你遇到的那个状况 知道范围从哪里到哪里那就用for回圈 所以大部分我们资料大概都知道哪一列到哪一列 或哪一栏到哪一栏 有一个范围就一个表格嘛 哪个范围那大概都大部分都是知道的 少部分状况就是我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用化回圈 那化回圈后面的话 那就是接一个条件就可以 有点像if后面接的那个东西 if有没有逻辑判断 有没有 那化回圈后面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当它为后面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错 反之如果后面那个条件为false的时候 那就不做就跳离了 ok 所以喔 反正它如果一直true一直true的话 那意思是说它就会一直执行 所以会有个问题喔 如果它一直true 它没有从来不会false的话 那那个程式就会跑到什么 跑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就跑到你电脑档机就停下来 ok 所以喔 那个就是所谓的无穷回圈 无穷回圈就是一直跑 跑到你电脑档掉为止 所以最早那个什么 有些病毒有没有 恶意的 就是什么 你一直行 它就一直跑 一直执行 一直执行 视窗 一直让你跑 然后你一直关关都来不及 一直关关关 奇怪 它怎么一直跳一直跳 有没有 啊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就当你电脑档机为止 就恶意的啦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冲过这种病毒 没有吗 想要 想要 没有 我说我有把那个病毒留下来 我可以喘 如果有需要的 当然没有人无无聊 ok 另外一种就是自己写出的bug 因为有bug的话 自然而然就一直跳一直跳 ok 你会来不及 好 那 所以呢 我们画回圈该如何写 那我们用前面的范例来表示好了 其实前面的范例比较适合用for回圈写 但是如果用画回圈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其实也完全可以 只是说呢 这跟画回圈它有三个地方 跟for回圈不一样 哪三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拿1加到99这个范例来看 所以我们也许拿之前1加到99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呢 我们已经改了 不过没关系 我就把它什么 先copy 把它贴上 我习惯是再产生另外一个 然后不过 名称的话不能一样 所以1到99这个地方把它改一下 这个叫什么 加个底线 underlight 加个块 好了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的那个 程式里面 那个 模组名称 第一个建议 尽量不要用符号 除了underlight以外 像这个简 不要尽量用 因为这个可能会出错 还有像什么逗点 句点 空白 这都不要 OK 另外的话还有一点 记得 这个档案的名称 请记得 开头一定不能是数字 不能说 像之前有同学这样 1 然后加个底线 然后一run 就出错了 奇怪 老师我程式都写对 而且拿你的程式来贴 都一直不能执行 然后一看 对耶都一模一样 怎么执行都错 后来看他挡名 请不要这样好不好 这个地方 不要用数字开头 你到不了你就加个a吧 ae就可以了 就是开头 第一个字 不要是数字 是可以的 OK 特别注意 另外的话 你那个名称 就是说那个 命名的方式 尽量也不要 用一些很特殊的 像这个啦 你不要什么 像有些同学用 file file.py 那file本身就是一个回圈名称 那保留字也不要用 因为很容易知道什么 名称会冲突 他不知道说 你这个file名称 跟我这个file 到底是什么一样 还是不一样 他会confuse 所以保留字也不要拿来 当成是那个命名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第一个 尤其这个最多 开头用数字 我发现好像蛮多人 之前遇到好多 奇怪 怎么错 原来你都是用数字开头 不要 OK 好 按个OK就可以了 命名方式 尽量不要保留 因为我之前遇过什么状况 就是说 我们那个 上课好像有一本上课用书 还蛮畅销的 好像将来会给你们的样子 好像你们有包含一个教材费 是不是应该有吧 只是说之后会给 然后那个书里面 有附那个范例的档案 结果我习惯会把它拿来run 结果一run 每次都帮他们debug 里面居然有很多这种类似的错误 我真的是 OK 而且 当然作者写的跟我都不一样 所以像即便我看他的范例 怎么看就怎么不顺眼 所以我的习惯就把它重写 所以哪怕我是拿别人的范例参考 但是全部写完都会长得跟大家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实在是看不习惯 他写的跟我写的完全会有不同的style OK 所以你们也不要觉得奇怪 写程式一定要有自己的style 这样才有所谓的创意吧 自己看也会觉得很舒服 就像说论文千万不要抄别人的 你一看就知道这怎么会是你写的 而且连字都不一样 你怎么可能 对不对 一看就知道 连自己都觉得怎么念 都觉得怎么不通顺吧 因为根本不是用自己的词汇吧 OK 所以 拉回正题 正题是说 如果这个范例 我们可以的 直接把它复制一个打开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模组 那我们自己用for为圈 有机偶数 如果把它恢复好了 我们不要机偶数 我们就直接 直接一个基数就可以了 直接一个加总 如果1加到99的话 那就没有逻辑判断 就什么 sum等于sum 什么 sum加上 sum等于sum 加上自己本身累加 sum等于sum加上自己 然后就最后把这个结果给print出去 如果说今天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画回圈的话 总共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哪三个地方不一样 其实你可以focus在这个地方 哪三个地方 刚好就是range 这三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 在画回圈里面 它没有初始值 所以你要帮它产生一个初始值 第二个的话 它没有 它有结束值 但是这个结束值在我们这次 当跑到100的地方停下来 那画回圈是 当它是100的情况下 就false 所以哦 第二个是要变成一个逻辑 而不是一个数字 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预设是1 意思就是每跑一个回圈 必须要加1 i要加1嘛 就换下一个 但是画回圈里面没有step 没有自动加1 所以你必须把它改写 那怎么改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三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的话怎么改 1 请你给i初始值 所以i什么 等于1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是第一个不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把它移到这边来 要变成i等于1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它变成条件 所以哦 条件的话就打一个fi 当什么条件再加呢 就是当i的值怎么样 小于多少 小于100的时候 冒号 就第二个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不一样 也就是把这个100 改成什么 i当它小于100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 进到里面帮它累加 第三个不一样的话呢 因为呢 这个把它先注解掉 这个就注解就ctrl加斜线 或者是说在前面加一个警字号 注解 不知情 那第三个不一样是什么 就是当什么 当这个地方 i会自动帮你加1 对不对 step预设的哦 但是后来回天里面不会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自己手动 i什么 等于i加1 或写成i加1 也可以 意思是说呢 我要自己手动 帮它做那个i加1的这个动作 以后如果你是反向的话 减1也是一样 同样道理 那我们试着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然后加总的话 不这应该是总和啦 总和就是4950 应该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OK 有没有 那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啊 以后如果假设 你希望把4回圈改为快回圈的话 总共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1这个 2 改成这样子 变成条件 3的话呢 就是自动帮它什么 加1 但是 这个逗点1 理论上一般是不会写的 OK 可是你自己要知道一下 因为它本身是会做这件事情 那也就是同样的道理哦 如果你将来有任何的程式 你要把4回圈改写为 快要回圈的话 都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则 OK 不过你想说 老师这样写好像并没有让程式变简单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这样 因为主要是做效果的 当然未来我要写的话 我一定用4回圈嘛 我没事干嘛 你看 它平白无故就多了两行程式出来 有没有 一个初始值 一个累加值 OK 那只是说因为啦 当然未来怎么样的选择说 你用哪一种回圈方式 当然最恰当的 如果你那个回圈是有范围性的话 那当然你用4回圈 如果你那个什么 那个回圈其实没有范围的 你大概只知道说当什么条件 再离开的话 那当然你用5回圈 OK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做一个取舍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请各位把那个之前1加到99这个部分 把它改一下 改成所谓的5回圈 我们先试试看 了解一下 4回圈跟4回圈呢 到底有哪一些地方不一样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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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C